故事泡泡堂 脚丫找新家 一大早 布告栏前聚集了好多鞋子 大家讨论得好开心 原来是小脚丫贴出公告 想找个舒适的家 小脚丫征求两个一样的舒适的新家 一折请到广场参加试祝大会 太好了 我们赶快去参加 好好好 让一让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脚丫想找两个家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好啊 我们赶快走 真希望我们可以被选上 我就想找一个主人 广场上来了好多参加试祝大会的鞋子 大家一边排队一边快乐地聊着 小脚丫 你好 听说你要找新家 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啊 不好意思 你们两个长得不一样 我想找的是两个一样的家 真可惜 希望你早点找到新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脚丫脚丫 我们长得都一样哟 我们也想当你的家 可是 你们都是右边的鞋子 这样我的左脚会很不舒服耶 脚丫脚丫 我们都长得一模一样哟 太好了 请问我可以先住住看吗 好啊 好累 我挤不进去 脚丫 你不要挤了 好痛啊 对不起 你们太小了 我住不下 那我们呢 可以穿呢 我来走几步看看 看来我们太大了 也不适合你 只好试试下一组咯 妹妹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找你找好久了 你刚去哪了 哦 脚丫要找新家 我和拖鞋来参加市住大会啊 可惜 脚丫是要一样的鞋子 所以我们就没有被选上了 我和你不就是一样的 对啊 对耶 我们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 不就是脚丫要的鞋子吗 我们赶快过去 哎 皮鞋 你又来了 啊 是啊 不过这次我找到另一半了 太好了 那我来试试看吧 嗯 刚刚好呢 走起路来也很舒服 小脚丫终于找到合适的新家了 现在它可以快快乐乐的到处去玩耍咯